民进党就希望 你这个整个的立愿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 我行政权 纵然是少数 少数只剩 但是我也要搞得你不舒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3月18号 中午12点半 韩国瑜召集了三党协商 就是为没收执行权的事情 召开三党协商 在三党协商的过程当中 由于民进党的党团 好 柯建民他讲 他批评了韩国瑜 就第一个 你韩国瑜不按照惯例来 你无心于议事 第二个议事人员 居然不通知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校正回归 就是说你要还给我执行权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态度 已经表现出来了 民进党先道歉 否则免谈 就是说这一次的党政协商 三党协商 三党协商 又碰了 钉子 为什么会碰钉子 原因是在于 民进党要给韩国瑜一个下马威 否则的话 他耳后他执询 院会的时候 韩国瑜会用这种方式 对付民进党 就是完全都按照议事规则来 那民进党呢 这八年是一党独大的时候 他根本不管这个 他现在呢 他还在想过去的光荣 还有他的光辉 所以呢 他说这个你要重新安排 但是听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耳里 就感觉不是滋味 为什么 第一个 韩国瑜按照议事规则处理 他有什么错 第二个 其实大家不知道 在院会期间 各党团 都有轮值委员 要紧盯一场 发现那有状况 你必须要假机动员 或者是要护航 或者是人数不足的时候 要如何处理 这个不但是议事人员 他会发简讯通知 那甚至于 各个党团 都有轮值委员 这个轮值委员是三位 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一些传统 就是 三个轮值委员 紧盯一场 就跟学校的职日生一样的 他要紧盯着教室的整洁 清洁 甚至于 他要告诉大家 你老师会不会来 你老师什么时候来 所以每一个 每一天 小学生都是一样 都有一个职日生 那职日生就是打杂的 既然有三个轮值委员 紧盯一场 民进党没有所谓 执行权被没收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 像包含洪生汉 洪生汉三分钟可以赶到异常 那他为什么不来 那有人说要从八楼跳到一楼 他说他在研究室 你也可以先打一通电话 或者通知轮值委员 告诉议事人员 我即将到场 那韩国瑜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 他们一方面是漫不经心的处理 另外一方面三个轮值委员 谁都没有通知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三个轮值委员 紧盯一场的结果 谁都没有通知 然后就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了韩国瑜 推给了议事人员 然后还说 立院秘书长周恩来 就希望韩国瑜休息如何如何 就是显然 你漫不经心的处理 你又不发通知 然后又要借提议发挥 这个让三个党团 尤其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也不是职位 所以现在国民党就全力挺韩国瑜 挺韩国瑜就是说 你民进党你要道歉 如果不到歉的话就免谈 为什么要那个道歉 第一 你先召开记者会 第二 去直冲 韩国瑜办公室 逼韩国瑜 见面 那第三 要校正回归 校正回归是 民进党发明的名词 过去在疫情期间 他是校正回归 今天人数比较少 明天也比较少 突然有一天变得 增多 那个叫校正回归 就是先压低 好 先压低 这个疫情期间 怕大家引起恐慌的时候 今天人数不多 结果过了五天 突然是前面五天的总和 他说这个叫校正回归 那校正回归什么意思 就是韩国瑜 你要重新安排另外一次院会 你不能没收我的咨询者 他们只不过是借故 这种叫做借故 重要的话要讲三遍 他就是借故给韩国瑜难看 那这一次 国民党跟民众党 已经不让步了 就是说按照意识规则处理 你过去所形成的惯例 那个是你民进党的家务事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韩国瑜当家 你不能叫韩国瑜尊重你过去的惯例 我也讲过了这里面有意识规则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318中午12点半 三党的协商 到了最后为什么破局 民进党就是希望这样子 除了318民进党破局以外 更重要的卫环委员会 又在那边打了起来 为什么打了起来呢 说国民党籍的某位立委 是女性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曾经是儿福联盟的 那现在有三起猎童案 他要为那个猎童案负责 那请问 那你的卫福委员 你的卫福单位要不要负责 卫福单位送到立院的报告 两页 就也是漫不经心嘛 现在这个蔡英文的内阁 已经在开始荒腔走板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政务 那一方面民进党就借题发挥了 其实这一些都是给韩国瑜的下马威 所以呢今天党团协商破局 破局之后 民进党又强硬的表示 你要恢复我的执行权 那我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小事 他们根本是想要护航陈建仁嘛 哪有什么执行权 只不过做球给陈建仁打嘛 叫陈建仁大骂 国民党跟民众党嘛 就是如此而已嘛 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 但是他又不服输 不服输你要打不过别人 你打你打不过别人的话 他就用其他的方式干扰你 所以我们今天看 韩国与未来的政党协商 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为什么 不按照意识规则 不按照既有流程走的时候 他总有理由讲 不管怎么样 他扯东扯 扯东扯西的目的 就是让你韩国瑜不好过 赖清德还没有上台 蔡英文内阁已经要准备下台了 那你还搞这种把戏 那这种把戏就是愿赌 不服输嘛 除了不服输以外 各位去看看 你韩国瑜要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好是坏 他都要警告韩国瑜 就是显然 他们对于利愿龙头的宝托 落到了韩国瑜手上 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 除了心不甘情不愿以外 找到机会就要修理韩国瑜 如果民进党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 真的是国民两党 国民党家民众党 在联手起来搞民进党的话 我也相信民进党他会受不了 事实上 这个是赖清德上台前的前哨战 这种前哨战 第一打击韩国瑜的威信 第二 给韩国瑜下马威 那你第三 他们还是要回到过去的惯例 就是说我民进党建立的惯例 那你不能改 那事实上 我们通通都理解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在台湾的议会 向来是比人头 是不比全头 但是民进党是人头也要 全头也要 那更重要的是 他还把他自己当作第一大党 所以他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卡 什么都要卡 韩国瑜 他的目的 就是让韩国瑜的威信一夕之间完全崩解 崩解之后 变成民进党工具人 韩国瑜会是这种人吗 韩国瑜会当你的工具人吗 民进党大概是想的太多 况且前哨战既然已经开打520以后的阵仗 民进党跟韩国瑜之间 大概会不共在天 为什么讲不共在天 因为看到你主持 我就不舒服 那请问这样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民进党就希望 你这个整个的立愿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时候 我行政权 纵然是少数 少数执政 但是我也要搞得你不舒服 这样子搞下去 台湾将永无宁愈 台湾将很多法案 完全没有办法通过 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结果 民进党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 我就让你韩国瑜 乖乖的顺从我们 那否则的话 我们大家走着瞧 我来说 我们下车 你干吗 我来说